四川经典小吃 波波街 招牌红油汤底 这也太转观了吧 不过在去吃中午饭之前 我们要去洗牙 因为在德国洗牙实在太贵了 所以我们决定 体验一下成都的洗牙 OK 不好意思 我们准备上楼梯 观众哥又中招了 我跟你说 就是我们在这边 成都每一天都要上三次厕所 重庆的话是上四次厕所 来了来了 洗牙 你还好吗 对 我试试着想要不要吃 你用来说它是很暖 肯定是冰箱 肯定是冰箱的 冰箱 对 是冰箱的冰箱 我最到处冰箱 冰箱的冰箱 冰箱 冰箱 它是冰箱的冰箱 你不想洗 我再给你一碗 她说她有个新的 洗牙的话就一次免费 然后一般我们要洗两次 然后有时候我们回中国的话 我们就顺便把它洗了 是好吗 是好吗 对对对对 我们在德国没有洗牙 如果我们没有洗牙 我觉得是好 整体下来体验感是真的非常的好 洗得很干净 个人感觉比德国洗得更加的干净 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华人 会选择回中国做牙 真的可靠又划算 果然不管年纪多大 面对牙医都是紧张的 后来 我喜欢我的德国医生 对 还有女士 对 但她总是说 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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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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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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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